Automachy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美洲360的时段 今天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这个车谈有什么重点新闻 第一次新闻 Toyota Camry 小改款要来了 那这个小改款的Camry 其实已经在世界各地陆续推出登场了 那它会不会来到我国呢? 当然会 有消息就指出 UMW 将会在今年的年尾 也就是第四季推出一款新的 sedan车型 没有错的话估计就是这个小改款的Camry 了 那讲到这个小改款的Camry XP 其实呢 其实它在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啦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是这个前点造型有稍微一点的不同 至于改变比较大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内装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中控台设计了 这个Aircon 就移下来了 改成一个尺寸比较大的这个悬浮式屏幕 重点是 这个主机呢 这一回终于支援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了 李总 不要太伤心 在配备上除了这个仓机有更新以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 现境主动式安全系统 那这个小改款的Camry 呢 可能会使用和Altis 一样的这个 比较新的版本 用有Stop and Go Function 的这个 主动式雷达定速巡航系统 至于在动力方面呢 有消息就指出我国的这个小改款Camry 可能会换引擎哦 什么engine 呢 目前还不确定 但是我们才测有可能是和这个台湾一样的 2.0 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 173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达到200Nm 并搭配这个Direct Shift 的 CVT 无断数变速箱 那其实我个人是相当喜欢Camry 这一款 D7 房车的 因为这个XV70 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开起来呢又蛮有驾驶乐趣的 加上它整体的这个MVH 表现是非常好 我觉得这台车的确是蛮值得考虑 蛮值得入手的一台D7 房车 如果说引入这个2.0 的版本的话 相信它的油耗表现应该会更加的好 而且Rotex 方面也会比较便宜 绝对能够提升这一款房车在我国的竞争力 那讲到这个XV70 我们接下来会带来这一款车的车主真实分享 有兴趣的话就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第二个新闻 Hyundai Tucson 很有可能会以CKD 的姓势登陆我国 那其实之前Hyundai Malaysia 就曾经宣布了 将会在我国展开这个CKD 计划 第一款将会在本地装配的呢 就是这个Hyundai Santa Fe 这款家庭SUV了 而第二款车会是什么呢 有消息就知出 将会是刚刚进行大开款的 Tucson 在这里就和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新一代的 Tucson 有什么特别啊 首先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非常的不同 很前卫的感觉 这个其实是Hyundai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被称为 Parametric Dynamics 那整个车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LED头灯 其实是完美融入整个水箱护罩里面了 所以在关灯的时候你就好像完全看不到灯的感觉 这样子 这样子 不过在打开这个LED头灯过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气势 其实是相当唬人的 很运动化的感觉 而它的车尾部分也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 尾灯组呢是采用一个贯穿式的设计了 整体看起来辨识度很高而且很时髦的感觉 同样的这个内装部分也是很现代化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悬浮式的Digitometer 还有这个按键式的排档杆设计 以及Hot Touch的这个Aircon Panel 整个就是很奢华的感觉啦 那目前这个新一代的Hyundai Tucson 是有三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是2.5L的Smart Stream自然进气引擎 并拥有钢内直奔技术 第二具引擎是这个1.6L的涡轮 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而最后一具引擎则是这个1.6L的Turbo Hybrid 那其中这个Turbo Hybrid 呢 它的Turbo引擎可以产生177PS的最大马力 分支扭率达到265Nm 在结合了这个电动马达之后啊 综合马力达到了226hp 而且它还配有这个Hedtrack All-Wheel-Drive全驱系统 听起来很可以哦 哇 这样的配置加上这样的颜值 如果来到Malaysia 进行CKD 价格又定到好的话 你会考虑这一台西绳麦 SUV吗 第三个新闻 这个法国来的车 Perjord 308 大改款曝光了 那新一代的这个Perjord 308 在早前就已经确定将会在3月正式登场 而如今官方来的这个图片就已经出炉了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国来的Lion King 有什么不同 首先呢这个新一代的308 它就采用了这个Perjord最新的这个厂回设计啦 but这个logo 看起来还有点熟悉 而在外形上呢 它是导入了Perjord最新的这个家族式设计啦 整体的这个造型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犀利来形容 在视觉上呢是很有震撼力的一个感觉 而在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类似放大版的208的设计 这个就是家族式设计风格啦 那另外呢这个官图其实也透露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这个新一代的308可能会有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这个选择 而在内容方面呢也是非常的Perjord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像 飞机驾驶舱的这个设计啦 然后还有这个标志的超小方向盘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Fully Digital Meter啦 然后中控台的这个主机呢也是采用了一个 超大尺寸的触控屏 至于排档杆方面它则是采用了类似这个Golf MK8的设计 就是有这个按键以及一个很小的这个排档杆 看起来是蛮可爱一下的啦 目前官方是还没有公布这个新一代308 会采用什么动力配置啦 但是我们可以预计的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个 1.6L 的涡轮折压引擎 同时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以及纯电板 还有这个性能的PSE版本 那讲到这个Perjord啦 其实我国的Perjord呢 刚刚被带领Mazda的Burn Mars Motor接手 你会希望Burn Mars把这一款小钢炮带进来吗 最后则新闻 MPV King 新一代的Toyota Alpha 更多细节出炉 在不久前日本媒体就爆料指出他们从这个Toyota的经销商那边获得了可靠的消息 得到了关于这个新一代的Alpha的几个重点 首先就是这个新一代的Alpha将会基于TNGA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这也意味着这个新一代的MPV呢 它将会在车身重量方面有所减轻 同时车体刚性也会更加的好 重点是相信它会更好开 不止如此这个日本媒体呢还透露新一代的Alpha呢 在配备还有工艺方面将会向目前的这个Lexus LM看齐 而且为了进一步提升舒适性 据了解这个新一代的Alpha呢 还可能会导入空气悬吊的配置 有了这个Air Suspension相信这个 旗舰MPV在乘坐体验上呢 它的这个表现将会更上一层楼 在引擎配置上呢这个新一代的Alpha呢将会备有 两种引擎可以选择分别是 2.5L的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更为高阶的 2.4L涡轮增压引擎 其中这个2.5L的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呢 预计将会拥有 205HP 的最大马力 至于这个2.4L的涡轮增压引擎呢 目前它的在动力表现上暂时还不明朗 不过这一具引擎呢它的推出其实主要是来取代 目前Alpha所使用的这个3.5L的V6 估计就是为了过关这个排费标准啦 所以呢相信这一具引擎它在这个动力输出方面呢 应该并不会太过逊色 而重点是从3.5L 变成这个2.4L 这也意味着它的这个油耗表现将会 更加的好更加的出色 所以相信 未来的这些老板们你们要入手这个Alpha的话 我觉得 可以考虑这个2.4L的版本 而以Toyota目前的这个设计趋势来看呢 我们也相信新一代的这个Alpha 将会采用更加夸张更具侵略性的这个设计 大家觉得这样的Alpha如何呢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座360的所有内容 就不知道在这一期的新闻里面 有没有你喜欢的车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哦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